据海外网6月28日报道 在当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国务委员间外长王毅将以视频连线的方式 出席本届二十国外长集团会 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希望在二十国外长会上 与王毅外长举行单独会谈 该消息一经传出 就引发了国际舆论的一致关注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 汪文斌指出 中国对J20外长会主要有四点希望 第一 中方希望能够通过此次会议 让参会各方发扬伙伴精神 加强在各个领域的团结合作 第二 中方希望能够使二十国对外发出一致信号 在抗疫 经济复苏 全球治理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达成一致 第三 中方希望能以二十国外长会为基础 为即将举行的罗马全球健康峰会打好前站 第四 中方希望通过这次外长级会议 加强全球抗疫新冠疫情的信心和动力 针对王毅和布林肯是否会单独会谈 中方已经表明了态度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也表示 布林肯暂时没有类似的计划 美国智库专家分析称 不排除中美会进行单独会谈的可能 假如中美都没有这样的安排 未来美国也可能派代表访华